好,我们继续开始前几天的课程 首先先回顾一下我们前几天课程讲的内容 我们前几天讲到封装通用数据库操作类 这一块已经讲完了 然后人员管理模块 我们封装了一部分 它的这几个常用方法 Business成功这个常用方法 还有这个SettleDL成功的方法 我们都封装好了,对吧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程序上 也实现了初步的这个绑定列表 Adapter,对吧 然后这里边的这个样式还有些难看 我们没有定义完 我们今天呢 先把这个样式给它定义完 定义完之后我们做什么呢 实现这个用户人员管理这个模块 它这个完整的增删查改 我们要把它给做完 在这里边我们要使用到几块 比如说这个 一个警告框 用它完成这个添加修改功能,对吧 然后还要给系统添加这个content menu 上下的菜单 用它来实现删除 我们今天继续把这个给做完 好吧 我们先把那个样式给弄进去 这个先给它关掉 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XML 好 好,打开了 然后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样式表也给打开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样式表也给打开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系统里边的 不管是这个 人员管理 还是这个账本或者类别 他们这里边列表 用的这个 风格和样式 这应该都是统一的,对吧 这时候在很多地方 做同样的这种风格样式的时候 我们就要考虑把它封装到这个样式表里了 对吧 我们在这里边加一个咱们List Atom 这个关于文本的字体啊 还有什么的一些设计 我们先把它加进去 然后还是用 这个就叫 Bist View Atom 然后这里边主要是两样 一个是 它的这个字体的大小 另外一个应该就是颜色 这个呢 我就不敲了 直接我去找到它以前的这个样式 我把它给 复制过来 以前呢 应该是字体直接设置进去 找到这个 我们所有的文字大小 还有这个颜色 都是统一的 都是这个 对吧 把它直接 封装到样式里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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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部分挪进来 啊 我们看还有什么要往里边挪的 其他的暂时先不考虑它 我们只挪这两项 这样的话 这些是什么要往里边挪的 这个样式就放在这里边了 嗯 嗯 我们把它应用一个样式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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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这个靠的应该是有点紧 我们看还有什么可以设置 我们这个 背景也给它设置一下 背景 list view selecter 这个选择 我们现在有这个样式吗 还没有往里边放 是吧 有 create selecter 这个 哦 这个有了 应该是这个吧 点击之后背景改变 这个我就直接给复制过来了 我们先只管看一下它的这个效果吧 这个用的是颜色作为背景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背景之类的这些有没有荧幕照 嗯 然后把先前的那个图片也给打开 这样的话可以比效果做的是不相似 哦 这个启动一个新的 有点奇怪啊 我们把这个关了 它启动一个新的这个 哎呦 启动了一个新的 算了我们把它重新启动一下 怎么会启动了一个新的这个虚拟机出来呢 有点奇怪 那我们把那个图片图片里打开 好 对比我们的这个样式 是否一样 还是不熟一点 对比我还没听到 可以渐量 对比这个虚拟机 是否可以 我们把他们扯出至少 比较差 现在还行对吧 看一下我们的人员管理 用我们高标查诊记看一下 好我们现在这个程序在虚拟机里边启动起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字和颜色应该就是那个设置的颜色吧 包括背景也有 但是还是有点难看是吧 它的这个高度有点小了 我们不行再改一下它的这个高度 应该我们来设一下它这个有一个最小的高 叫mini mini 我们把它也给设一下 设成 多少呢 设成 80dp 30dp 我认为先前那个设的都是什么距顶边啊 距高高度的这个大小 我们今天这次把它给稍微改一下 不用面了 应该设成10 20左右差不多 嗯 这个好像 还没有起作用 设成50吗 比较高度的设计 啊 这个有啊 摄成50就看着 好看一点吧 那么同样的我们就要有这个聚中了吧 对吧 我们用这个 让它在内容聚中 试一下 不过这个内容聚中 它有时候 推的并不是很很正宗 那种 稍微改 看 好这就好看多了吧 对吧 嗯 嗯 那么我们继续把这个样式 基本上先封装成这样 然后我们这次把它的这个修改和 现在是添加已经有了 把它的修改和删除 我们也是做上 哦 哦对了这个添加页现在还没有 因为我们这个是当时用的是这个默认数据 我们这次要把它都给它添上 这个布局呢 叫 因为我是把这个添加和修改 其实给核电脑在一个 activity里面做 这次就是可以演示一下 怎么样在一个activity里面又实现添加又实现修改 因为你实际上在这上面看的话 其实添加和修改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吧 对不对 它们两个唯一的区别在哪 添加的话 其实它们添加和修改用的实体类都一样 对不对 它们区别就是 实体类那个user id 对不对 是对应数据库里的那个自动生成的user id 对不对 它俩区别就是说修改 是不用再填user id了吧 对不对 因为已经生成了有了 对吧 但是添加呢是添完之后才生成的user id 它俩等于说就是一个这个值的区别 其他其实都一样 然后就是数据库里边修改方法和插入方法 对吧 所以说我们是完全可以合并到一起的 我们在这里边就做一个页 在这里呢 我这个布局呢 因为非常简单 我就不直接手中敲了 是吧 为了节约时间期间 我们直接就拿过来用了 但是就是要把它改来 符合咱们这次的约定还有规范 拿过来用咱们这个布局就叫这个 用户添加或者修改 是吧 取名字就是取这个名字就可以 然后这里边一些不符合规范的地方 我们把它修正一下 嗯在这个里边呢 我们因为添加的话 咱们去看一下这个人员管理的这个添加这个页 其实很简单 因为咱们这个添加线目前只有 只有名字这么一项 我们先来看一下 对吧 只有这个人家名字 然后上面是一个图标 然后标题新建人员 对不对 然后这是名称 对吧 我们挪过来之后 这里边应该是这是个 呃 线性布局 再一个空架就只有一个 对不对 就是一个 用尸内蒙上的填了就可以 当然了 你实际在做了这个过程中 你也可以根据你实际的这个 自己的想法或者需要 把它做这个改造 然后这里边有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有一个提示 对不对 就是通过这个属性就可以了 对吧 这个属性给它填提示 这个应该先填都知道吧 这个提示 我们给它 现在还没有这个screen 我们把它给加进来 名字叫什么呢 因为它是那个ET的空架用的 我们就叫ETUAN 内蒙 然后 这个提示 是这个 这个我们给它放 一个加个这个 ETUAN 这个提示 然后提示的这个提示 是什么来着 是用户人员 人员名称是吧 人员名称 把这个也给放进去 这时候应该就不报错了 哦对 名字我要给它复制过来 名字已经打过了 但是提示 要给它放进去 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我这里边设了一个这个属性 这属性是什么意思 对 这个你一定要设 因为有很多人都不设 尤其你往数据库里边放的时候 你最大长度不设 你比如说测试人员 或者有些比较极端的一点的用户 他就非拿着你这程序啪啪啪 往里边狂敲字符 你怎么办 都字符抄了 或者怎么样 要不然数据库里边给你截了 对吧 他名音录那么长给他截了 要不然就是直接报错了 对不对 所以说 再对于用户的这种录入 或者什么他的这个限定和约束 这块一定要做的比较好 比较完善 你不能说让用户不乱输点字符 或者敲点什么乱七八糟的 进去就崩溃了 对不对 这很明显的不合理 所以这 这种插入数据的校验做了 要非常严格 一般都会做哪几项呢 比如说 数据长度的校验 这个长度的限制一定要给他夹上 对吧 你不说他长度超长 但是你要限制他最长长度 他再多录不进去 对不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字符这个校验 对吧 你比如像咱们这个账本里边 你一般的话 让他录这个中文字符 还有英文这些 基本上差不多就可以了 对不对 尤其是像什么这种人员管理 人员管理你说 你不做个校验 他给你录个下滑线 对不对 更有些录些录些数据库里边 比如说那种单引号字符 你知道吧 直接数据库就报错了 因为这种单引号字符 在数据库里边 他是这种 这种脚本的一部分是吧 他有特殊意义的 你知道吧 他给你整出来个单引号也会包错 所以说像这种人员名称啊 或者什么 你也不用替换了 你直接就在他录录的时候 要有校验 校验是否是中文或者英文 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给他加上 然后这里边呢 我们还这个间距 应该暂时用不着吧 我们先去掉 然后一会看看这个这个效果 从外边框的这个间距 这个布局有了 我们就要 在这里边接着写代码了 写代码 我这个代码 我现在 给填进去 我们在这里边呢 一般咱们做签加有时候是跳到一个新页面 再弄一个FTWIT 但是像咱们这个界面明显比较简单 你再开个新Activity就比较费事了 所以咱们直接用一个警告框时间 这里边我直接把这个代码写出来 咱们一边写一边解释 好吧 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就叫 so user 或编辑 然后 就是展示一个用户编辑或添加或编辑的这个对话光 是不是 这个时候这个东西 因为它添加你不用要什么值 如果是编辑的话 是不是要传进来一个实体类啊 对不对 不传进来一个实体类 你怎么知道要编辑什么东西 或者是要付什么值进去 对吧 我们这里边就要有这个实体类 默认弄好这个参数 接着底下是什么呢 我们就要弄出来一个布局管理器了 嗯 一个过滤器 然后把它的布局要实力化成一个view 到时候好动态加进去 我们这时候就直接在这里边写了 这个就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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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东西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也是 在这里边用到的也比较多 而且它跟业务的这个关系也不大吧 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它提到哪里放 下次就可以直接用不用写这么一堆代码 我们直接放了 放了那个 放了那个